好了 苏可兰 不管你现在人在哪 立刻马上到节目中跟我会合 别抢我的 我新挑的 很好吃啊 太好吃了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虎瓜吗 抢那么凶 我说过嘛 可爱点 你有没有道德啊 生长啊 就抢你的 很多人不喜欢苦的味道 所以去苦要细致 去瘾 腌制 焯水 鲜蛋黄碾碎边炒 下苦瓜 裹上咸蛋黄的苦瓜 能中和了苦味 却能保留住去火的功效 有的食材即使不喜欢 但只要吃它有好处 那花点心思就能变出惊喜 你是说 余皓是苦瓜 那她可不下火 我下火 我下火 是 加油 果然 阿姨 你刚才做苦瓜炒咸蛋 和俞浩上期节目 说的话很像 她的文案是你你的吧 能做出这样好吃的饭 能说出这样道理的人 那为什么还要给余昊 这种人工智障做事啊 就是 我觉得 老板就像苦瓜 很多人不喜欢吃 可成年人谁不需要吃苦呢 不是可以把苦去掉的吗 是可以把苦去掉 但其实去了苦味的苦瓜 是没有灵魂的 营养多少会折损 我感觉老板的营养 是发功捷 身为打工人 就得要有吃苦的打工魂嘛 实在不行也不勉强 去厕所摸个鱼 等到发工资的时候 一想到能买很多好吃的 能让家人开心快乐 好好地吃饭 还是很开心的 那 就不觉得很辛苦 因为她的瞎折腾 大晚上的 还要给我们那么辛苦的做饭 大晚上是辛苦 可做饭不辛苦啊 齐悦人的胃比齐悦人容易多了 金导 那下期节目什么时候录制啊 我回去也好让余总准备准备呢 下周六录制 晚点我把节目运出饭了 晚点我把节目运出饭了 我回去也好让余总准备准备呢 谢谢金导 好香啊 汤是不是好啊 对对对 大家有没有碗啊 拿碗过来吧 分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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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大家都辛苦了 好香啊闻起来 金导 来尝尝 可兰姐 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上班吧 真的好小每天都被投食啊 不喜欢是因为不了解 不了解往往因为不喜欢 又不愿了解 当迈看了解的那一步 离喜欢还有多远呢 这鲜味都慢点喝烫 好香啊 好香啊 欢迎光临 郭文贤你给我出来 郭文贤 没做丢点的事干嘛话就说 你现在得跟我说清楚 你做梦的时候叫的那个嘟嘟 到底是谁 你喊一次也就算了 成天做梦都在喊 你都喊了十二次了 还偏说是动画你的人 你倒有人会信啊 分手 各位看官 这个节目还满意吗